卓醫師 民間的單位 比方說靜電視 或者他們背後的這些股東 他們是民間人士 他們來不來 執政黨的政府 或者立委完全沒辦法 我們不知道他們會做 怎麼樣的反應跟決定 但是在先前在野黨爆料 說靜電視取得執照的過程 爆料的那一段 已經由靜電視他們的總經理 他們的製作人已經出來曾經 那個是他講的話 那些跟這些官員 跟過去的蘇貞昌院長 截然無關都已經講這麼清楚了 那如果他認為靜電視的執照有問題 你要怎麼查你去查 但是卓醫師在照現在 我們國會有的 我們雖然沒有明確的調查權 可是我們有調閱權 你光調閱 你先把資料調閱清楚 查看清楚以後 你在做後續的爆料跟調查 還來得及不是這樣嗎 但是到現在為止 光調閱權的部分 在野黨並沒有確確去行使 他們只要用調查兩個字 好像說調查兩個字 就可以置執政黨於死地 那我們執政黨就光明磊落 談當當 你要怎麼查你來查 但是你必須和諧 先等憲法法庭 有那麼急嗎 我相信如果憲法法庭 沒有做暫時停止的處分的話 即便這樣 但是社會已經做了決定了 社會會決定 你這樣子大小的事情 有必要急於一時嗎 只為了你所謂的爆料你的查幣 那要查幣 我覺得我們要照大小順序 比方說前前朝的時候 我們國家現在國防正需要的列雷劍 當時馬英九的政府發包的 那個弊案一大堆 導致害到我們現在的國防 我們列雷劍的建制 整個計畫減緩了 列雷劍的重要 對我們臺灣國防多重要 有下去列雷 我們才可以反鋒售 不是嗎 那這個列雷的過程 我們還可以布雷 我們還可以減仿敵艦的攻擊力 讓我們的火炮可以瞄準 可以射擊可以反制他們 這個重要性 我相信任何對國防有理解的 都非常瞭解 那這麼重大的案件 照我們國家需求的重要性而言 這些更重要 為什麼不查 所以要扯可以扯 大家都來查 但是等合乎法律以後 才查還來得及啊 OK 這整件事一路往下 因為看起來 在下禮拜開始 是不是就會風火連天 包括有些人可能就會收到 然後要去說明 或什麼類似這些 而且這幾個案子 看起來藍白兩陣 因為黃霜總統直接講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玉陶人會不會一起往下走 那藍白是再一次合體 然後去針對這些包括要查嗎 那其他一些法案呢 柯文哲直接跟你講說 下一個戰場再裁划法 看來裁划法 確實是各方著名的 不過剛才其實來賓在講 因為如果下禮拜開始 立法院就要行使調查的話 易戰剛講的有一段事 就是包括人員的配置或什麼 這個是必須立法院要去討論說 怎麼樣能夠真的發揮這個功能 各位知道監察院 大家有沒有到監察院去調查過 監察院不是監察委員一開始 然後案子進去後監察委員就調查 他們有調查官 你的案子進去 然後進去以後 調查官會先傳你來 問所有包括所有的資料 他們先看 然後不知道看完以後 然後問問完以後 然後再下一次的時候 可能是監察委員跟調查官 然後一起往下進行 這些程序是有一點像類似 像你如果到監察庭或是到法院 有一點點類似 那我的意思說 那是需要有辦案技巧的 然後有一些專業的人士 所以立法院 如果要再往下的話 可能這些部分的配置上面來看 那如果正式要往下走的話 大概都要考慮到這些部分 可能問題是這個法案 到底未來大法官會怎麼看 不知道 但是財化法是下一個重點 但藍白兩大陣營 在這次講說下禮拜開始 這幾個案子調查 看起來是合體的 但財化法 感覺上兩個人是分道揚標的 那他就現在就是這樣 未來國內政壇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財化法 自從案子提出來 國民黨黨團版本 國民黨委員有國民黨委員的版本 民眾黨 民眾黨版本 連民進黨委員也有民進黨區域立委 自己的版本 大家都有大家版本 重點大概依照過去立委 協商整合 但是直到今天 直到昨天國民黨 這幾內部還在小 國民黨自己的有一個黨團的版本 可是地區區域立委 利益不見得跟黨團一致 比如說臺北市 臺北市有非常多國民黨的委員 臺北市會覺得說 我守三次去嘛 我營業稅是說最多 那是不是就是要用比較對我們有利的 我們蓋捷運啊 什麼難道都不需要錢嗎 這才也都需要錢 可是雲林呢 雲林他會說 我是這位是台座也交給你嘛 那我們這邊要怎麼分過來 所以雲林提出一個叫農林漁目佔比 非常特殊的概念 農林漁入在GDP怎麼算都很低 但他是講說 比如說我們營林種了菜 大家要吃還蠻重要的 所以大家都有一套 國民黨版料 國民黨的整合 民眾黨呢 民眾黨其實之前 黃珊珊有出來放話 民進黨跟我談啊 難不成你要支持國民黨那一套啊 國民黨營業稅百分之一百耶 全部的全部要拿去分喔 那來來來你來跟我談 結果民進黨完全不理他 所以柯文子後來才說 民進黨都不來跟我談 為什麼都不來跟我談 那講到最後面火大 那我們去跟國民黨談 好民眾黨要跟國民黨談 可是民眾黨用什麼樣的家伙去談 民眾黨黨團版本 可是他們是有首長的耶 金門還有新竹 新竹又更關鍵 所以像新竹高宏安 雖然不知道他七月底的那個 糟糕怎麼樣 但至少這個議題 財法法議題應該會在本會期 會有一些進展 所以現在高宏命的高宏 主委員說對財法法要休 高宏安如果覺得 高宏一定會講啊 我去主委員區相關的一些 所以嘛 繳上去最後拿回來 只有三趴只有一百億 國民黨的版本也算下來 我可以再多一百億 是不是對高宏安來說 採取國民黨的版本 會比較有一點 那你就要去問 為什麼民眾黨的版本 黨團的版本 在一開始統合的時候 沒有參作 可是偉航 從你剛才那樣的講法 意思就是在未來 從國會的這幾個法案以後 沒有什麼藍白之間 mudge的跟兄弟一樣 黃國昌跟傅根基總召 兩個可以拍肩摸頭 什麼什麼那些 沒有這回事了 大家往後就真的 像柯文哲講的那句話 以後大家就是 不是耳語我詐 以後就是大家合中連合 誰跟誰之間合作 會變不一定嗎 對啊 所有會變不一定 所以我先來講今天發生的這一幕 七個小矮人與白雪公主 好 高宏安這個就是到立院 然後那個韓國瑜在場 他講說男生委員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哎呦七個小矮人搭上高宏安 你不就是白雪公主嗎 好重點是高宏安的動作 高宏安殺去了 有沒有自己人夾著 沒有是七個小矮人 七個小藍人夾著 都是國民黨的 哎那就不就是 我這個我有我的利益 我就去找你談 民眾黨那些 我懶得跟他講 可能整個已經被黃國昌盤走了 就是到最後面 也許我談成什麼 黃國昌一個想法改變 後面又不用玩 甚至柯文哲講的到底算不算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柯文哲之前 在這個其實很多議題都有這種話語巧妙的 就比如說國民黨那個黨產的案子 一開始柯文哲也是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要放手 陳昭志也說是不是要動 所以黃珊珊六月十六號 他的講法是不支持蘇吉祭王 可是今天已經改成 今天他發反對蘇吉祭 不支持 我可以人不叫他手放進來 我就不要投票 對可能反對就一定要按下去 所以民眾黨的態度 是不是因為他們內在壓力 開始變了 這個話不是講給民進黨聽的 是講給他自家自治者聽的 也是講給國民黨聽的 不過現在看起來 楊明我先問一下 往後 因為本來如果你真的就藍白 都是一條心的對上綠銀 大家也知道盤算就是怎麼樣 可是看來往後不是這個樣子 可是從四星案開始 你會注意到藍銀跟白銀 直接直指賴清德總統 像朱一倫講鬥雞 或什麼什麼 所以未來往後來講的話 第一個大家都不知道藍綠白之間 未來到底誰跟誰會合眾聯合嗎 第二個那從四星案開始 真的未來就是風火連天嗎 因為接下來如果四星案結束以後 再來就是罷免的時程 未來真的就是這樣子嗎 風火連天是從二月一號開始 我們就可以知道的 罷免那一段 只是說這一段 國會衝突到四星的過程 證實了我們當時的假設 那未來他只會更嚴重 不會不會比較 只會更嚴重 只會更嚴重啊 我怎麼說 比如說暫時處分 如果不管這個憲法法庭 是判準還是不準 一定又要再吵一輪 當然 然後再來是辯論 又要再吵一輪 我這樣講判準 國民黨一定就出來講說 你看吧 我們就跟你講說 當時那個什麼什麼 包括你們是參議員 法院是民進黨開的 那什麼攀門狗又來了 對對對對對 然後判不準 其實我判不準 那民進黨 民進黨要說就不是我開的 那就這樣 但是但是我必須說 因為其實任何一個 憲法法庭的動作 尤其是很多法律系的學生 那個都是未來他們的教科書 當然 每一個案例 每一個解釋文 那個都是影響未來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法律界 像這個我們小五哥都知道 從小就是要學這些什麼